好,各位朋友,我現在在赤豐街旁邊 那這邊是... 好 這邊是行程步道的區 現在是4點35分 4點35分,我人才剛到 馬上就接到一單 因為是第一單嘛 我開市,所以我把它接起來了 那剛看了一下其實 運費就51塊嘛 我夾單了 夾單 加0.4公里 看一下要不要接受 因為它是24 不要好了 不要,各位朋友 24加24不要 為什麼呢 因為我沒有要拼燙獎 所以那我就盡量把我的這個 金額拉高 我就盡量接金額高的 這樣 好啦 那我現在要去接這一單 要去取餐 平臨手刺風 馬上一到就開始 不錯 今天會不錯 各位朋友 我在台北地下街Y28出口這邊 看到一台 這個 這台電製喔 就是我之前租的那一間 看到它包得好好的 然後大包在後頭 這應該是齁 這位司機呢 應該是 跑 騎著來跑台北 然後人應該是沒有住在這邊 所以他才會停在這邊 其實現在我發 就是 應該講說齁 我最近 都有陸續發現一些司機 其實根本不是住在台北的 但他們就把這個 車子齁 就丟在這個捷運站附近 跑完就回家 搭捷運回家 其實我覺得這樣蠻好的 這樣蠻好的 因為台北中就單比較多嘛 那來台北跑 就是努力來賺錢嘛 這樣子 過馬路啊 我要去老地方 德州美墨 那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 這個 明泉西路捷運站這邊 這樣 其實我是騎到這邊來 突然想起我今天還沒做個ending 其實我已經下線一段時間了 現在是8點58分 其實我已經下線一段時間了 那為什麼下線 因為我今天給我自己 預設的一個目標已經達到了 我呢 昨天碰到一位這個 呃 那個 司機夥伴 那 我們兩個都在等餐嘛 因為那個餐點有點慢 反正我們就是 等餐的時候閒聊 然後他就給我一個 還不錯的觀念 他說呢 其實 不管是要衝燙講 還是怎麼樣 就是給自己設定呢 一天實行有300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那我今天 我就想說 不然我來試試看好了 那我今天跑的是 1390 那我今天跑的是 4個小時 給大家看 4小時13分鐘 這樣子 其實 那我就算4個小時 那4個小時 17340 432是1200塊 結果我跑出 1390 這樣 那表是怎麼樣呢 所以我今天 我今天就是 達到 達標了啦 達到我的這個 心中的標 就是 昨天那位 司機夥伴 就是跟我聊天 聊到了一個 他的 他的做法是這樣 那我想說 那我也來試試看好了 那果然今天這樣 就比較會挑單 所以我今天送的 基本上都是大單 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今天我跑了 20趟 我跑20趟 20趟裡面其實 有一些 蠻大的 他是夾單 這樣 那20趟跑出 1390塊 平均一單是 262 大概差不多 60多70塊錢 這樣 那我個人覺得 還是OK啦 這樣 欸 是嗎 等一下喔 我最近 應該講說我染疫過後 吼 吵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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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染疫過後 我腦袋不是很靈光 本來算數 很靈光 現在都不太靈光 1390 除以20趟 對啦 一單69.5塊錢 平均 平均一單69.5塊錢 那 因為有一些夾單 夾單 兩單 就一百多 兩單一百多 看起來就很多 這樣 那我就把它接啦 這樣 反正我今天的預測就是 十斤三百塊 那 呃 改成這樣子的跑法 今天才是第一天 啊 我打算就 跑一陣子看看 看看 這個狀況如何 喔 這樣子 那昨天那位司機 是告訴我說 他這樣子 他這樣子 的做法 比較不會什麼爛單都接 什麼 什麼 40塊 低於40塊 他都接 這樣他都比較不會 他盡量都是 一百以上的 喔 然後他說他還會接 等 等那種三四百的單 三四百的單 所以他的這個行程都超長的 但是他說他這樣算一算 十斤三百啊 沒有什麼不可以啊 那我一聽 好像也是不錯 這樣 所以那就是跟大家分享 這位司機夥伴 他的這個 跑法 他的做法 這樣子 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啦 那我今天就 這樣子了 我要回去了 明天禮拜五 明天繼續 肚子很餓啊 所以我決定 回家前 我們先來這個 請逛夜市 來吃一下 吃個晚餐 哇 不然今天特別餓 那我來請逛夜市 之前都亂吃 一直到後來 我吃到一間 超棒滷肉飯 這滷肉飯 有小碗 中碗跟大碗 都不貴 大碗也才七十塊 但是呢 哇 那個滷肉飯很威啊 就是這一間 三節 魷魚羹 每週六公休 三節 我要一個滷肉飯 中的 這邊這邊吃 然後一個 肉羹湯 不要辣 肉羹湯不辣 欸肉羹湯不辣 看到沒有各位朋友 中碗的 滷肉羹湯 滷肉羹湯 都跟小山一樣搞 肉羹湯也很好喝 我很喜歡 它的滷肉飯跟肉羹湯啊 滷肉飯 這樣 碎肉末 碎肉燥這樣 很好吃啊 我們每一個 肉羹湯 我不是說 我們很喜歡 是啊